因為其實也是疫情的關係啦 這麼久沒出去了 那也不知道現在展展狀況怎樣 然後想說這也算是一個可能將來會有一個藏有的模式 所以我們還是要嘗試看看 雖然說這次參展會做這個模式 主要還是嘗試一下 那如果說不錯的話我們就會再繼續沿用這個模式下去 其實我就準備工作跟我們實際上過去參展的方式是差不多的 而且其實在 比如說也比較方便啦 就裸了不用到 然後其實以後你們幫我負責把展覽布置好 那我覺得這個也蠻方便 而且我看也有看你們拍了影片回傳給我 我看看布置方式也都不錯 對 其實我覺得效果跟我們網別在參展的那些客人的數量 算是差不多的 也不會說像有這個方式客人就會排制 我覺得這樣這樣我覺得遠端參展的效果 並不會比那個實際上去參展的效果還差這樣 有一些我有去做過 就是算是有看過他們的公司了 那的確是有兩三間大廠 那我覺得像以三十家的客戶來說 可能有七八家算是潛在客戶 那我覺得這個效果就不錯了 那應該說當場就是有收到圖子 對對對大概有兩間還是三間吧 因為我有看到 有因為機械藥樹大阪展的話是有另外一個應付者 那其實我已經有把我這次展覽資訊給他了 那他說欸這樣也可以 所以應該會去滿大圈應該會去參加 嗯